掌聲來歡迎 來 哈囉 大家好 有沒有一個景點 讓你留下最深刻的影響 其實要這樣子說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 來到台北 然後有很多 比如說可以購物的地方 可以去購物的地方 可以逛街的地方 但是我們在這一次 台北油泥真好之後 我覺得是發現很多 很有文化的地方 例如我們經常 沒有去過的一些地方 例如中正紀念堂滿恐妙的 那對我來說 自己比較有印象深刻 是因為是貓空吧 因為在 為什麼 以前念台北體院的時候 就是大學生難免會去聯誼 對 然後就會跟女生 有去貓空這樣子聯誼 然後搭起這個友誼的橋樑 你剛剛抽鑰匙 對 還有抽鑰匙 而且那時候還沒有貓空攬車 可是這一次我們 去那個地方介紹的時候 就是勾起滿多 以前大學的回憶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所以貓空是因為 有女生陪你去的 印象特別深刻 當然還有一些 男生同學 不用解釋了 越瞄越黑的 好 那麼你呢 好 大家好 我是小鈺 那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滿慚愧的 因為我在台北生活了二十幾年 這些景點呢 我幾乎都沒去過 對 所以這一次對你來講 意義特別的深刻 對 意義非常深刻 而且我都會覺得說 今天來到可能說 包括在北投 我住在北投 那時候 他說這邊有一個溫泉旅館沒有名 然後他有酒家菜 那我就想說 我怎麼沒有來這邊吃過 就會覺得自己很慚愧 對 然後 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華納衛修那邊 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而已 我在那邊 街頭賣衣 你賣什麼 你賣 對 我要問他賣什麼 你有什麼可以賣 在就是 路邊彈吉他 然後 然後 要 針 針那個 募捐 對 街頭藝人 那個其實是要 有一點自己突破 突破那個勇氣 然後 那個旁邊有很多 跟我競爭對手 我會有一點 對 不太好意思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那個 還印象蠻深刻 好 太好了 你看藉由這個節目 可以讓他們 對台北人了解 影響更深刻一點 那你呢 大家好 我是奧全 我應該是中正紀念堂吧 因為 在最早期呢 中正紀念堂是一個 年輕人他們練習街舞的一個 算是台北的聖地 台北市 那 因為 有一陣子沒去 那這次呢 就是有機會再去 然後 我覺得就是 感覺不太一樣 因為呢 我就感覺到 比以前多了更多的 就是觀光客 就是來自世界各地的 像那天我就 就是發生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就是走在路上 然後他們居然還有 就是認出我 然後就是有跟我搭三 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 哇 就是台北市 不一定就只是 只有台灣人 還有來自各地來觀光的 所以是國外的女性朋友 女性觀光客嗎 對 講到就是有拍照 我覺得還 還滿酷的 喔 好 接下來重頭戲要開始了 台北有你真好 活動機場會給你 這次主動 有你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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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y Andy 我告訴你我生氣了 我告訴你我生氣了 你回到運動家的精神 50分 50分 有成熟的跟不成熟的 你的行為就是不成熟的行為 看到山正就砍了 把握其他的腰才差越輕 嘿 這個人簡直 不可惜 跳樓大拍賣 絕對好康超值的 來買來買 抓上去 你直接拍到 火星火星火星上面的聲音 公公 老鷹 老虎 這個 還非常地下樓 好 來 世間情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許 我們是來找情的 看一下上面這個四個字 情為何物 好的 那在下就先幫你把Menu收起來 好的 謝謝 耶 台北 有你真好